我爱之 无始以来就有 这个我爱之是从法我慢慢衍生出来的 开始众生没有人我这个概念 没有众生的概念 开始就是说 如果从无始以来最早的时候 众生一念忘心的时候 就是执着有法 那位法是有的 他在一念这个能说 能说 念忘心起的时候 执着法是私有 然后慢慢地这个众生就负责有一个法 然后执着为我 就变成有人我了 所谓的众生相 开始是没有众生相 人我是万法的一部分 万法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执着某一部分法 然后认为这是我 这心量越变越小了 所以说无始以来 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是有父母的 一开始就是有怎么样众生 众生一开始是没有 就是一念无名 那就执着有法了 那位法是私有 然后慢慢地有法 就是从其中取某一部分的法 制作为人我 就变成人我了 就所谓的人我 这个设法了 设受祥心事物 六根六成 形成六师 然后制作这个是我 那我们修行呢 要先破人我 先把这个大的这个人我破了 烦恼之慢慢破 然后再去破这个法我之 众生就是余次 其实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什么众生呢 其实就是这个心念 这个八个心识的起作用 那也就是所谓的众生 也就是我们的自信的起作用 所以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这个道理呢 也很深 可能一下也理解不了 但是我们先从这个破这个人我剑开始 人我剑还是不难破 就是关这个五蕴 然后关这个六根和六成 六师 组合起来的一个东西 有些人可以关五蕴 有些人可以关十八戒 六根和根成相对 然后从这里关破这个人我 关破人我以后呢 就是天天地去串习这个人我 告诉自己确实没有我 确实五蕴不是我 它只是法 就是虽然这个五蕴法 可能是存在 但是人我是没有的 没有这个人我 就是有一念执着有我 就是这个妄念执着是我 有了我见了 然后生起我爱 我知 我慢 然后生起我所 跟我有关的东西就是我所 那样的念念执着 因为我们有苦嘛 人会有苦 这苦是我的 其实打破我之以后呢 慢慢的这个苦呢 你就知道这个苦不是你的 只有你自己的信念执着 才会产生所谓的苦 苦也是一种妄想 坚定了这个人我的话 你后面出烦恼障 这是最快的 降伏烦恼障 最快的就是出人我 这个法我呢 其实主要是对峙这个所滞障的 人我才是对峙烦恼障的 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用这个 一定要去明信见信 才来降伏烦恼 我们先用人我来对峙烦恼 是最好 最快的 降伏到一定的时候 然后发菩提心 然后再进一步地破这个法我之 这个法我之破了 也还没有见信 也没有见明信见信 然后它只是一个空性上 见到一定的空性会 然后再进一步 还得往前再进一步 才能慢慢地破掉 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法 这个自作 那我们现在呢 对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来说 就是还是踏实一点好 就是从这个人我来 人我之破这个我爱之 来对峙烦恼障 迅速地取得一定成就 其实说难也不是很难 只要有处理心 处理心修好了 你破这个我之是不难的 我从破这个我之 然后出降伏烦恼是不难的 但是没有处理心就很难了 没有处理心 你的心都在世间法法上 你根本就不可能来修到 你的心都是一大半都在世间法上 你想破我之 是几乎不可能 那是太难了 那是应该说是不可能的事 必须要处理心 你才有可能 因为你没有处理心 你的时时刻刻都是我了 你哪里怎么可能破得到我之我爱呢 是吧 但是我之我爱 全部是颠倒啊 你前面根本就没有的事情 没有我呀 你真的妄自有个我 然后你水也漂流 你多冤枉 太冤枉了 所以说我希望听到这种法力的人 不要再迷在里面 就让我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